作为梅罗之前的最后一位神 年轻的梅西被他远远地甩在身后 因此喜提溜溜梅的称号 C罗则放弃单刀担当他的绿叶 或许在C罗的眼中 卡卡就是最完美的球员 不光有着王子般的容颜 还有令人望尘莫及的球技 米兰时期的卡卡则总能凭借一己之力 在曼联的后方搅动风云 独自突破的卡卡宛如一颗流星 让C罗对他一见倾心 当两位天选之子骑将伯纳乌 所有媒体都在塑造头号射手之争 一向高傲的C罗却主动让点 成全了卡卡在皇马的手力进球 当卡卡大伤出狱 陷入自我怀疑时 是C罗主动献出助攻 挽救卡卡于水火之中 而卡卡也在之后的比赛中 不断助攻C罗 他们不分你我 频频将对手的大门沦陷 当C罗获得金球奖时 卡卡第一时间送来祝福视频 望着好友的面容 昔日美好在脑海浮现 C罗不禁红了眼眶 没了你 赢了世界又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